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一文录,我是星星 说到香港,大家肯定都不陌生 这里不仅是东方明珠,还是购物天堂 是一座非常美丽,而且生活水准很高的城市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里也是发生灵异事件非常多的城市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发生在维多利亚公园的一起命案 这件命案可不一般,因为它不是靠人力破案 而是靠鬼魂显明将凶手绳之以法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别急,让我们先来看看下面 对于大家来说,维多利亚港可能不会陌生 但是这维多利亚公园应该不太熟悉 维多利亚公园是在1958年的时候建造的 公园的面积很大,有很多娱乐设置,运动场地等等 是香港最早的公园之一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维多利亚公园 而是公园旁边的一个公共厕所 这个公共厕所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里边的镜子不太一样 这里边不是玻璃的镜子,而是铜镜 我们都知道,一般公共厕所里用的都是玻璃镜子 为何偏偏这里用的是铜镜呢? 据说啊,是因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起恐怖杀人案 最后引发了灵异事件,导致玻璃镜子无法安装上去 相传是在1992年的时候 维多利亚公园刚刚维修翻新之后 所有的设备都更换成了新的 公园厕所里也都全部翻新了 用上了当时最先进的光滑玻璃镜子 而不少的香港市民都会在饭后去公园里散散步 就在一天晚上,一位家住附近的妙龄少女 因为天气凉爽回家散步稍晚了一些 这时公园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但不幸的是,她被一名中年男性给盯上 并且强行拖入到了篮球场旁的男公厕里 对该名女子实施强暴 且丧心病狂地把她杀死在了厕所中 直到第二天,有人在这公厕中发现少女的尸体 报警后,警方立即进行调查 根据监控录像和指纹验证 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警方拘捕 但可惜的是,在录口供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失口否认对死者进行了监杀 这无疑是给警方带来了一个大难题 犯人始终不能真正被批捕 说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不解 这为什么有监控也有指纹验证 却仍然不能给他立罪呢 因为厕所里边是不可能装有监控的 所以,警方掌握的监控是厕所外面的 并没有作案过程的记录 而指纹验证只能说明 嫌疑人与死者有过接触 不能说明他就是直接的杀人凶手 并且,香港有着非常严谨和相互制衡的法律体制 各个部门之间有很多相互监督的机制 法律的使用是相对公正的 并且在类似命案这种大型案件中 就算是嫌疑人批捕了 但是只要嫌疑人在口供环节没有亲口认罪 那在法律上也是不能算认罪的 除非有非常直接的证据 证明嫌疑人确实有犯罪行为 所以,对于嫌疑人的矢口否认 警察也是无计可施 于是,他们就决定带犯人到案发公厕 看看能否有新的进展 到了案发现场 警方再次询问犯人 但犯人仍然咬紧牙关 打死也不忍 这让许多人都感觉到非常的无奈 然而,正当警方准备放弃收队的时候 忽然公厕内吹起了一阵冷风 同时,公厕内的镜子在所有人的面前起了变化 这镜子上竟出现了犯人和死者的影像 影像中,大家可以模糊地看到 犯人如何强拉死者进入公厕 如何在公厕内对死者施暴 最后再把死者杀死 整个过程如同看录影带一样 警方及犯人都看得发呆 犯罪嫌疑人当时就瘫倒在地上 不知道是被吓的 还是因为事实被揭发出来的心虚 据说就因为这个过程 犯人想不认罪也不行 就在犯人认罪的同时 该公厕内的玻璃镜子就突然无故地炸裂了 而在这之后 公园的维修人员更换镜子时 但不知为什么 每次换了新的镜子后 镜子都会无故地碎裂 后来工作人员就只好改用铜镜 而不用玻璃镜 听到这里啊 我相信你一定对罪犯被捕 表示大快人心 并且对着鬼魂显灵也是十分好奇 我们都知道 在香港实行的是证据法 没有一个严谨的证据链条 是不可以给任何人随便定罪的 暂且不说这灵异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光说鬼魂显灵举证了罪犯 这么玄学的证据 在法院这样庄严肃木的地方 肯定也是不会被采纳的 并且相信看过我们往期节目的朋友可能知道 当年在故宫的墙壁上 惊现古代宫女的身影 其中的原理就是因为很多岩石层当中 含有的雌性物质 在遇到特殊的自然环境或者是现象后 就会将当时发生在周围的情况记录下来 然后再通过特殊的自然环境或者是现象激发出来 但是全世界还没有一粒玻璃镜子有自己录像的功能 而且玻璃里面也不含有雌性物质 无论如何犯罪嫌疑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流传着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灵异事件 那么面对此类事件 我们一定要做到崇尚科学 不做违背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健康生活 好了 本期的一文录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点击订阅按钮 更多精彩内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斗军BDJ731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